大家好,我是阿靖 今天来到我的虾稻田这边 已经开始上水了 去看一下我上水的情况 昨天晚上开始上水 从那边那个塘 底下买了个管子 往里面排水 四寸的管子进了一个晚上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村有人在抽水 然后池塘里面的水 就通过沟里面 就流到我这个管子里面来了 早上来看管子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方 昨天晚上 被老鼠咬了这么大的几个洞 我得赶紧补一补 这是我的过滤网 不能有野渣鱼 终于发现我的虾苗出来了 大白天的 好小啊 这个虾苗还没有虫子大 这个虾苗现在有 接近一厘米长 可能是十多天前放的 抱卵的虾带出来的 看 好小的 明天给它们喂豆浆了 用这个网子 在我这个池塘里面 快速的挖的 发现了现在的小虾苗 我就放心了 刚换了个地方 又发现一个小苗子 超小 这指甲盖这么长 可以哦 这名苗子出来了 准备喂豆浆 我之前丢了200个袋子的小龙虾 刚刚捞了两网 每一网有一个 小虾的长度 一公分不到 接近一公分了 所以我决定每个池塘 再打捞一下 就这两天打豆浆 往这三个小堂里面泼洒 现在有虾苗 我这个水生都在一米深左右 越冬是没有问题的 把这一批虾苗养成小虾 或者中虾 第三网 每一网都有一个至少 但是太小了 看我这个网的网眼这么大 这虾苗那么小 这个是没有露出去的一个虾苗 哇 不仔细看 我根本都看不见 看这么小 它就要从这个网的缝隙里面 随随便便就跑出去了 这么大一点点 我这个天哪 有苗子就好 已经看了三个虾糖 这是第四个 这个虾糖有五亩 用桶在里面搞了两桶水 没有发现虾苗 可能是这个里面的水太深了 这个虾糖现在水位有一米五 之前我加到了满堂的水 这是之前加满堂水的时候 他们打的洞 看 这么高的地方打了这么多洞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把水上起来 这些洞里面的虾应该跑出来一些了吧 我主要是想把水加大 让这个里面的龙虾都跑到水里面去 然后把苗子铲鲜 traumat 给它们喂一点发酵的豆渣 不管它们吃不吃 可以用来肥水 明年的虾苗肯定是不会缺的 就是看能不能搞出一批枣虾苗 然后虾稻田 又把它折腾了一遍 挖了接近两天 挖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里面的虾苗会怎样 因为这个田啊什么的 又被悬根基打过 边上又挖了环沟 有的洞都已经被埋没了 我估计里面的苗子肯定不会太多 但也不会说没有 先加水吧 这样小龙虾来来回回的折腾 今年应该是大洞干戈的最后一年 以后基本上不会怎么动了 阿金养小龙虾现在 就是打算在这一个月之内 把小龙虾的苗子给弄出来 因为我们这边 每年的苗子 三月到四月之间是价格最高的时候 过了这个节 就没有什么价格了 再出来的苗子都不太管用了 所以说要争取出早虾 也就看11月和12月这两个月了 趁着温度还不是太低 如果虾苗一出来 就赶紧想办法把它肥水呀 喂豆浆啊 还给它喂一点发酵的饲料之类的 好了 今天就看了一下我自己的几个池塘 有了那种接近一公分的苗子 然后再给我的这10亩的虾稻田上水 不知道大家养小龙虾 现在苗子有多大了呀 我这个苗子肯定是很小很小的了 相信一般技术比较好的 苗子都比较大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